中了中队并且有两头迈胜 对,没有 准备 八九啊 为什么 不知道 后面那个那么短筹吧 他打十万了 他打两万二 他打四个男的 开了牌打四个男的 我没气 气死前拖了他的后面 短筹吧 很多牌就刚推到 可以看到这里FH2013又拿到了一手TOPRANGE AK 在抵住只剩下83K的情况下 他就是可以直接ALL IN的 好,我又回来比赛的现场 那现在是由我跟阿彤搭档 我是凌晨安 大亨 我们的女神SELINA 今天帮大家直播一整天 他还是去做休息了 那今天就由我跟阿彤来陪大家 结束今天的直播 我可以看到 在打光之后 Mikita在拖中了一个ACE 好 那么成功的进行了Double 所以这个大概是一个十三个左右 十四个左右的一个抵住 抵住了 对,十四个抵住的地址 对,十四个抵住的地址 对,十四个抵住了 对,十四个抵住的地址 好,我们至于UTG玩家 带自中国澳门的V位 又拿到了一手A式同色 选择加注 他这个加注的Size 正常来说 我看他们的短牌 通常加得比较大 这算是加得比较小 正常 因为在解标赛中 对,解标赛中 Size是可以稍微小一点 因为大家的 对手排的范围和位置 的解读更加精准 那么你不大的一个加注 就可以得到不错的棋牌率 可是我看短牌 他们不是有时候都加很大 加五个 哇哦 中了一个 纳斯顺 对 并且还有 支撑两队的玩家 可以跟他进行支付 而且抵住也来到了六万 然后他 后手只剩下八万而已 抵住六千 后手八万是十几个抵住 非常的低 直接all in的话是可以抓到可以勾两队的 他可能也怕把别人打盖吧 会不会选择打一个 打一个 一半 然后蹭在欧阴 也是可以啦 其实 他选择打六万 打一个 然后手只剩下两万两千的情况下 基本跟all in是没有任何的差别 我们的Andre Robert有一个 叫他开啊 叫他转播快点 你女孩要睡着了 再不转播我女孩睡着了 我女孩等着看 真的有女孩睡着了 四点半 阿伦不会讲英文的 有的 我们现在正在为你转播 对 他现在拿到一个 一个 纳子顺 然后 这边Andre Robert 其实是蛮有机会会支付这一个 这应该是要做一个race的 做了一个根柱 那99基本上是直接盖牌 对 好在还没有看到转牌发出来之前 就brion in 好是一个没有印象的牌 S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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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坚果顺子 对 那对手只剩下 14%可以超车 对 够可以两张 成狐狼的 我买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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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摄 哎呀 哎呀 真的是被操车 还买勾呢 这回来自中国话门的玩家是非常的有娱乐 这个牌死了 看看这个牌输了 叫什么吗 他开天赤 这个牌输了打光了啊 打个六 已经奥进了最后大波多 他天赤嘛 A10 这位老格是非常的 非常有意思 打牌就是要这样子 具有娱乐精神 永远效益 永远热情澎湃 像我们打久了太多了牌之后 会变得有点 情绪上太麻木 遇到任何的 不习惯的 任何的反超 或者是什么 都 觉得啊 胜利成长 你叫我打吧 我不想打 对啊 你要给我人工费哦 你叫我打 哇 这场报名费是 一百万港币啊 就这样子被超车 真的是气死 站住你一半 风头用你拿啊 我这个 我这个这么早输了 我还有什么风头 万一拿吧 五十万港币的比赛 我们现在并没有结束啊 是目前进行到 Final Table 那么 玩家们目前正在 稍事休息 在他们休息之前 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 一百万港币买入的 短牌解说 目前的底柱是 三千六千 三千 他们这个短牌 是不是 啊 一个 八一或三八子弹 对 对 所以刚刚的 是义伟吗 是来自中国澳门的 吴叶伟 叶伟 对 应该是这么拼吧 你知道我们 我们叶伟哥刚刚这个 出局 还没有出局 这个输这个 呃 很大的底持之后 可是后面还是有筹码 可以再继续的 对 哦 一样是十万 对应该是有三十万的筹码 三八 三八十万 好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里刚刚 拿下葫芦的 罗贝奥又拿到了一手 SET7 是非常强的成熟牌 对 可是应该也会小心啊 因为毕竟这个八九 是 在短牌里面 非常好的牌 所以如果有人拿八九 是不会盖掉 所以其实这个组合 是很容易就存在的 谨慎 但也要需要 做一个下足 来给自己定位 收下 大底持 那像在短牌 呃 短牌 中 呃 三条在翻牌的几率 应该是一个百分之二十 对 蛮大的 那像在长牌的几率只有百分之十一 百分之十二点五 所以一个是八次中一次 一个是五次中一次 其实其实差蛮多的 对 我们的米奇塔有个A十童话 我们的米奇塔有个A十童话 那直接在枪口位选择 All in A十童话 这All in的Size 算是蛮大的 将近是三十个底柱 直接就All in了 对 因为目前 就短牌的Size是这样子 在锦标Size的前期 其实你需要去追求很大的波动 去快速都会为自己积累一个生筹码 让筹码翻倍 对对对 快速积累生筹码 这边那个 我们聊天室有人在问到说 为什么 All in一次怎么筹码还有呢 因为我们刚刚 短牌的这个游戏的Size是这样子 就是 你买入一次 那在 在桌上你有三发子弹的机会 总共你有三十万的筹码 你可以一次带十万 你也可以一次带三十万 可是大家 大家比较习惯就是 有 让自己有三次机会 所以会十万十万的带 那大亨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选择分三次还是一次 我当然会选择一次一次 三十万这样带 因为 其实短牌 很多Asian 其实在10就会打完了 那 我会想说 用少的筹码 试着去拼更多的筹码 让自己有比较多机会 因为毕竟短牌 很容易就打光了 你是一个还是属于比较稳健的拳手 如果是你就全上 我一定是全上 因为你要想 如果 你的想追求的目标是 最后你能赢 那么你一定是 其中三条命里面有一条命 是 非常顺利的成功 翻倍翻倍再翻倍上去 变成了 大筹码 那么我反正会三条命一起上 就三十万筹码一起上 那路子会更顺一点 因为 但凡每一次Double 都会为我带来更多的收益 对 事实上说没错了 因为 如果你是十万上的话 可能碰到对手二十万的 就只赢了十万 对 就只赢了十万 然后你还要去另一次 五五开的机会去拨赢 对 但是我可能就只要一次 就变六十万 一次 可以有可能一次就出局了 对啊一次出局 那打比赛就会有风险啊 对啊 我是一个愿意去冒风险的人 对啊 我是一个超爱 超爱冒险的人 嗯嗯嗯 好 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 Final Table 最后的五个人 对 不过 不管是分一次 还是分三次 各有各的好处 对 这种策略 没有什么说 哪一个比哪一个更加的优势 都是见仁见智 好 这是一个LIMP的底池 然后 Solizar是完全没有任何的 成长空间 试着想要偷下这个底池 对 好 我们现在又回到了 我们的长牌 这是全期扑克超级 超级超高额买入的 豪克3 2019 79岛站 50万港币买入的 No Limit Hold'em 6 Max Final Table 那这张牌对Ivan Leo 算是非常的好 还有一个 One Pair带个Battle Flush 对 那我说一下 试着想要偷击 没有成功 他应该就选择放弃了 那这时候 圈队 应该会继续的check 这里应该是一个标准的check call 看一看 Solizar这里的下注尺寸 如果他选择下注的话 那么圈六应该这里是一个check call 对 Solizar也是有可能下注 因为牌是完全没有开牌架子 对 没有开牌架子 也可以选择放弃 看他怎么去像 这就拍了 对 因为他这边还是期望说 对手有一些卡顺的牌 是可以被他打盖的 对 所以他这边是完全没有 should down value的话 反正check是稳输的 你有打还有机会赢 对 可是这边应该是会被对手跟注 对 这个275,000 打得非常像value 很棒的一个注 选择下注 选择跟注 他说你为什么要想那么久 你有个圈队 你肯定是秒call的 你为什么要solo我 这是可以看出两位选手 关系非常的好 对他们算是非常的熟 对 我认为她 我认为她这一年 我认为她做了 Cina Cina Slovakia Spaing Germany 很多小伙子 在美国 和Canada 中文 中文 从什么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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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看到我们的AV60拿到了90不同色 下注38万5千 可能会遭到一个返家 Michael在这边有不到20个大忙 其实这个A4还是稍微小了一点 所以A3、A4OFF其实是有可能会盖掉 如果稍微大一点的话可能会直接三比OE 可能A8OFF以上 前15%的拍子可能会选择OE 那不用说这里一定是个ALL IN Briane Kenny应该会直接OE 这一个H Jack 差不多是16个大忙 A2,670 2,670 aspect 一拧 放一半 我能打倒一 你能打倒一半 你能打倒一半 所以你能打倒一半 我能打倒一半 你能打倒一半 s the if is that like standard for that type of job or is she like running the vision or something i guess it's like a standard thing to do like uh i guess it's kind of standard it's so quick it's fine she does good with like all the pinecone papers 所以再來一個不能彎的牌 這是底端範圍 六阿炸射 Saint Greenweer 一個9C 那兩個人有效籌碼都非常接近 大概都是20個大盲左右 那這裡86更能做一個link 其實勾9是卡在一個比較尷尬的範圍 要推好像有點不太夠大 可是整體來說還是領先小盲 一對一的時候的range 大部分還是領先 他有位置又是完全可以check go 牌 因為這是一首遊戲翻後也算不錯的牌 那是普通的牌 我們的Brand Kenny有個卡順 後門小化機會 那在對手沒有加住的裝置下 我覺得Kenny騎這邊也蠻有可能會下住的 那直接選擇蓋掉 先打先贏 在這樣的牌面上 他的勾9是沒有很強的發展 可以看到很多牌手在面對對手的下住 選擇是否跟住的時候 他們考慮的更多 比我們更多的是這手牌的發展性 以及當下的絕對牌力 可能很多初級的玩家只考慮到這手牌當下是否領先 而不考慮在面對對手的整個 整條line的下住範圍裡面 你的牌是處於什麼位置 那這個K9在Brand 應該是一個可以加住的一個範圍 他現在加住到325000 一個mini race 那兩位晚衛的玩家 都沒有拿到足夠強大的敵牌去防禦 隨著忙住的增加 現在大家的BP數也越來越少 而且因為遲遲沒有淘汰玩家 所以現在的很有機會很容易看到一些3B O 20個忙住左右 20個忙住左右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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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們一樣有觀眾 問到說 選手都沒開牌怎麼看的到 電檔怎麼知道是什麼牌呢 其實你可以看他們在看牌之前 他們牌都很整齊的放在一個地方 那其實那地方是感應區 那每張牌都是有晶片的 所以他們是透過感應的方式就會知道 電腦就會知道底牌 然後再根據後製的剪輯 把印象傳過來到主播台 那這過程可能是二三十分鐘 所以我們是同步解說他們剪輯好的影片 跟大家同時收看 同時直播 好 大忙A-Ball of Call Button的Owin 我的Michael Souza 暫時領先 可是幅度並不是很大 是56%對43% 看一下這手牌 一個400萬的鯉石 不不不不 8-8-8 Cybal Ball 8-9-3 對 8-9-3 來我們來看Flock 所以這樣能不能能 hold住這個大帕呢 目前看還算不錯 那這樣子 圈石只剩下19%的權益 而且沒有什麼後門花的機會 對 好 A-S High Steel Good 我們可以看到 River 希望頂住 那這樣子他成功頂住 那我們來自馬來西亞的 Wayne Bangkok 是 獲得了第五名 看一看他的獎金是不是 比他手上帶的表要貴呢 應該 304萬港幣應該和他手上的表差不多 應該是不太夠 差不多 差不多 因為他手上表如果 是沒有賺的 我看一下他好像是 快紅色的 Richard Miller 053好像 這我倒是沒有研究 對 我看一下好像是 像是053或者050 但是如果是050的話 是600多萬人民幣應該 那053呢 053不知道現在價錢 但是 如果是050的話 那他現在獎金是正好拿到了 他手上表的一半 對 對 我沒有看特別仔細啦 因為沒有一個特型 對 乍看之下 像是053或者050 不知道有沒有眼尖的朋友 對Richard Miller 有比較大的了解 可以為我們解說一下 好 這邊有人說 他那個手臂 是出籤打斷的 不是啦 他滑雪 他是去日本滑雪的時候摔斷的 可是你看 就算手摔斷還是來 來這傳奇復刻打比賽 那另外還有一個問說 欸 許亮跟譚軒有沒有參加 100萬買入的比賽 我剛剛確定 100%是有看到 看到譚軒有參加 100萬短牌的比賽 那 那我猜 許亮 應該也是有 因為許亮 應該也是一個短牌打 非常好的玩家 那他剛剛在這個比賽 也有獲得獎金 所以 算是 也有本錢去參加 所以我猜他們 痰 譚軒是確定有參加 那許亮 是應該會 沒有看到 那我們明天就會為大家來揭曉 對 對 可以看到 所以在這裡拿到一首 可以嗨 在小玩偉 選擇 Limp 那 Brian Kenny 剛剛是用這一扇不同花去加注他 那這一把會不會再加注一次呢 好 選擇Check 所以 可能 Brian Kenny 會覺得 也許他覺得 同花的 還比較好 翻後遊戲 比較好打 所以他選擇在 不同花的時候 可能加注會 稍微多一點 而且Q High 也算是一些 有show down價值的 一個手牌 5 5 這張7 如果 Solizar Check的話 我猜 Brian Kenny 應該是要 試著下注 看能不能在這邊 直接收下底次 喔 Kenny也繼續Check嗎 River River 草花疤 雙方都Check 所以採用K High收下這個底次 雙方都Check 我們可以看到 雖然我們的第五名 來自馬來西亞的 Wen Bang Kong 是已經 淘汰出局了 但很多朋友還在 關注他的表 對 他的表的確是 應該目前還是 全世界 出名的品牌裡面 最貴的表 對 而且最貴的 型號應該是 Richard Miller 056 有一款 非常 閃亮的水晶表 那應該就是 我們的 Richard Young的那一支 反正那塊表 是全世界非常的少 那 因為上次 因為我沒有很懂表 昨天我看 上次我看Richard Young 他是帶著 那一塊 滿滿鑽石的 Richard B2 不是那塊 滿鑽的表 是一塊 水晶表 是水晶表 應該是 八位數 人民幣吧 人民幣八位數 就千萬級 因為 也是 有價無市 這種表具體定價 也沒有一個定額 就是 即使你有錢 也買不到 對 所以 像他們這樣子 家裡豐厚的選手 打這樣的比賽 也是 非常的輕鬆 沒有壓力 對 毫無壓力 那目前我們可以看到 UTG 和 大毛 進行了一場對抗 沒有任何玩家有所擊中 那 這個 S5 他沒有選擇做一個C-bet 其實我覺得這邊 如果他有紅心A可能會比較傾向於加 就傾向於持續下主 對 可是 如果是我 我可能還是有這種後門選擇的機會 我可能還是會選擇C-bet 然後 我的話 我是在 面對一個 BBE防守的 單個對手的情況下 在單挑擊時 我會C-bet 100% 只是尺寸問題而已 但我一定會下主 是嗎 對 我還是會看一下有沒有一些後門的機會 就是 因為我的理念就是 不管怎麼樣 只有下主才能為你帶來對手的氣牌 好我們有個題目要問問看阿童了 什麼 Brian Kenny那隻手錶是什麼手錶 是艾比的嗎 感覺有點像是AP的轉錶 是嗎 李岸型的 是嗎 我師傅之前有帶我去看一下AP的表 他說要送我一塊李岸型的表 但是好像沒有看中 因為我覺得太過成熟 因為我的表也不是很熟悉了 賣不起 都太貴了 可是我知道阿童有買一台很帥的車子喔 這是可以講的嗎 阿童在這個法國 因為阿童是在法國念書嘛對不對 對對對 所以一個學生買了一台敞篷的Lamborghini 算是一台 我看大家以為朋友就會看到那台車 覺得非常的帥 是朋友送來的其實 哇那 那你朋友要不要介紹給我一下 對 哈哈 今天有那個觀眾說 去年楊老闆帶那塊表 一千兩百萬 我真的是不知道那是表多少錢 只是覺得那是表真的是霸氣十足 應該這次我們還是有機會看到 我可以看一下 拭目以待 好 我們這邊 Sand Greenwood 選擇Limp的一個 高八 然後Ivan Leo 有一個 Q5雜射 可以選擇 可以選擇做一個Squiz 也可以選擇 我可以看到的參賽列表裡面 是有看到Tom DeWang 應該是 剛剛有拍到他 那個一百萬的短牌他有參加 是嗎 那他現在應該已經在現場了 對 是 我們目前在主播台是 沒有看到就是賽場的情況 Fill Airby 據說也會來 在兩百萬港幣買入的主賽環節 應該這些大牌都會到場 我們的Sand Greenwood在前面位置主動下注 尤其 像這種有效籌碼在20個大盲以內的狀況 那 你就是在小盲Limp 那大盲 基本上 不太會Check有S的牌 一定不會Check 基本上有S的牌 基本上都會all in你了 對 都會打出來 所以他在這個狀況之下 你在X High的一個Flop 其實你在小盲 其實可以很高頻率的主動下注 試著偷下這個底次 對 那 可是如果是雙方籌碼比較深的時候 我覺得可能 會比較不一樣 就變成說他可能會CheckS的機率會增加一點 那是必然的 我如果是後手籌碼很深的情況下 我會更加傾向於打翻牌 翻後 因為我是覺得 我個人覺得我的翻前技術 並沒有我的翻後技術好 而且差距還蠻大的 是 因為在剛學牌的時候 我在學牌一年多兩年 在之前的 可以說在我學牌的四分之三的時間 都是在打升籌碼 所以我的短籌碼技術還是有漏洞的 最近在瘋狂的惡補 對呀 我們看迪勒威拿到了六四銅色 選擇做了一個mini race 32萬 那我們的Ivan Leo 這個七十不同花 應該會選擇蓋牌 Soyzai應該選擇蓋牌 你選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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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選擇桌子嗎 你選擇桌子嗎 請選擇桌子嗎 但你選擇桌子 你選擇桌子嗎 好的 Sand Greenwood圖完 想要找裁判 不知道是要聊聊天嗎 還是有什麼想要 他想說我們可不可以 想要換掉一些籌碼 把一些小的籌碼去 要做一個chip sub 對 要做一個chip sub 他覺得每個人眼前的籌碼太多了 他不方便 他計算 我可以看到有人問 國外比賽的獎金 是怎麼如何申報回國 就直接在海外開賬戶就好啦 不用帶回國 存在海外 對啊 其實像譬如說 像WASOP 像這種高額 假設真的贏了一個大的 贏幾百萬美金的話 我覺得你就存在海外吧 每年去比賽那麼多 對啊 賣給他們 私下換匯是違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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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方式啦 其實可以通過很多方式 合理的方式去 如果真的要帶回國的話 在國外換匯也是違法 對對對 我還需要5K 還需要5K 或者可以存在PokerStar的 就是線上帳戶裡 是 就是參加比賽蠻方便的 對對對 所以具體怎麼申報回國 我不是很清楚它的具體細節 像如果在台灣 我們每年可以帶20萬美金 回國是不用繳稅的 是嗎 這麼多 所以如果贏錢 就找朋友一起來幫忙帶錢回台灣 在大陸好像是5萬 每個人每年5萬美金 是免稅的嗎 對對對 可以 考慮讓親戚朋友一起帶嗎 換匯的話是5萬 好 我們Soyza 在Button拿到一個非常大的牌 這個S-King 這邊 Kenny A9 是有機會直接O-In的 特別是面對第二位的一個家族 對 因為第二位是非常敏感 第二位可能是一個50%的家族 那這個A9 大概是前百分之十 二 左右的牌力 對 他這個考慮 那一定是要做激進動作了 果然 果然 那麼他很不幸地撞到了一手鋼板 好 現在就看我們的Soyza 能不能Hold住他的S-King Soyza在看到對手是AX牌的時候 是非常非常的開心 對 剛剛就問說Pair 有沒有對子 對他很怕對手是一個對子 對 對 因為55開也不是很好 對 可以看一下 好 我們來看這個翻牌 我們剛剛看到大盲是蓋掉了一個King Jack 好 目前 沒有什麼影響 那Soyza應該會希望看到一個Diamond 讓對手AX變少 對 或者直接來一張K 來一張Z結束了 對 來一張Go 喔 喔 來一個Diamond 可是 可是 對 換了一張 換了三張8的 對 變成五張了 三張變五張 多了兩張 我們來看這個River 替換掉了他的方片9 沒有 OK GG 讓我們AK成功頂住 讓我們的Soyza 持續 還是桌上Trip leader 對 860萬的衝突 而在這時候淘汰掉對手之後 現在我們的Soyza 已經非常領先了 恭喜我們的Rankini 拿到了本場比賽的第四名 獎金是392萬1千的港幣 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應該是進行一個Trips Up 好現在我們場上剩下最後三名玩家 我們的Michael Soyza 有百分之五十三桌上的籌碼 對 所以另外兩個人加起來還沒有太多 對 是領先蠻多的目前 看一看我們的Greenwood 好 我們Soyza 又拿到一手非常不錯的牌 對 六七 我都常常說六七是AA殺手 對 對 所有牌對上AA 五六六七是勝率最高 那這兩個大又差了大概0.1 0.1左右 其實很接近啦 其實差不多 大概有百分之二十二的樣子 我記得 這裡拿到了一手對二 其實在很前置的範圍 像這種狀況啦 如果在Button這個狀況的話 我覺得Ivan Leo這個四百萬是可以直接Owin 25個大碼 他做一個三bet 這個三bet顯得更強我覺得 排力 對 那Soyza會抵抗嗎 不會抵抗 因為 呃 我覺得在我這個 我在他這個球場上 我會尋求自己更主動去剝削別人的機會 去扣別人更少的抵抗 然後現在感覺是一個二打一的局面 我們兩個馬來西亞的玩家 打我們的Greenwood 對 加拿大牌手 對 對 我覺得感覺這場 兩個馬來西亞玩家Hands Up的機率蠻高的 對 那我們在2019年第一週排名全球GPI榜第一名的 亞洲的第一第二就是他們兩個啊 對 但是Sam Greenwood是全球第一 對 在第一週的時候 喔第一週 目前應該排在全球第十二 因為好像在他在PCA系列賽之後沒有去 沒有成績 我沒有去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打了 好像是沒有看到他要打別的比賽吧 We're in fourth place Not a bad result I know you're used to better But uh How do you feel you played today? Yeah I feel like I played great So nothing really could do It's frustrating I had like a ton of chips When there were eight left Just lost a bunch of all-ins Like I just played well So can't be upset about it at all Whatever happens And of course you're Recently you had a massive win You're a big reminder on your head there From the Aussie Millions How was that one for you? Still living off the buzz there? Ah you forgot about that like the day after it happened But like yeah it was a fun tournament Fun time Just living off a life buzz How much do you love the Triton events? They treat you well here? Yeah yeah great I love them I always come And yeah I think they're the best High Roller tournaments to come to Everyone has a good time Like So yeah I always come support them Okay and finally looking at who's left They've been tough to play against today Have you played much with Sam? Yeah yeah I played tons of Sam Like all the time Play all the High Roller tournaments everywhere Played online for a long time So yeah And Michael Is he been a tough cookie to crack? Yeah yeah Michael is a strong player Plays aggressive Like Yeah all good players Tough players for sure Well thanks for talking to us Brin Okay you think Michael Michael 雖然沒有跟他打到這麼多牌 可是他也覺得 Michael打得非常好 對 我剛剛也才發現 他頭上這頂帽子 是澳洲百萬賽的帽子 對 Altsvini 對 剛拿到奧斯密的冠軍 所以他拿那個 戴了個帽子 可能就是給他帶來的好運氣的澳洲 對 好我們的Sand Greenwood籌碼還是不足 有20個大盲 那Soyza有一個二配 是否會下注做一個保護呢 應該還是傾向於做一個check 可是Michael是一個比較激進的玩家 我他的下注 現在只是三人週了 對 那以剝削為主 這樣子對手 好順利的收下李遲 這樣子對手很多牌會蓋給他 Michael籌碼快900萬 這個時候他可以用高頻率的剝削 對啊 三人週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是優勢 對於Chip Reader來說是最明顯 因為 剩下的 Pay Jump算是非常的大 那變成是說 他們都不太能亂跟 所以Soyza這邊是一個 很好繼續搶忙的機會 那如果剩一對一就不一樣 就沒有差 第一名第二名就是固定的獎金 可是現在第二第三 還是有一個很大的差距 那Chip Reader我覺得可以多主動進攻 那我們的 Sang Greenwood拿一個Q3銅花 選擇了一個令 選擇同色之後排是在三人桌 算是一個非常優秀的一手排 高質量手排 好 他要在有位置優勢的情況下 跟對手遊戲一個翻後 這個分 Chip的機會還是滿高的 四分之一 雙方都沒有擊中 目前Sang Greenwood的概念是更好一點 可是如果在這後門畫的機會 可能還先會主動跳出來零打 現在的情況應該是誰開第一槍 誰收持的階段 而且往往這一槍 那是在後製衛的玩家優勢非常大的 雙方都沒有這種狀況之下 IP有位置的人還是比較適合 比較容易拿下底次 1.60m 兄弟 這就是我們可以 完全沒有任何的 那其實我們在比賽會場 除了Sang Greenwood 我們會看到Rukas Greenwood 他們兩個長得真的是很像雙胞胎 對 非常像 可是其實他們是三兄弟 對 三兄弟 德州撲克世界最強的三兄弟 最強的家族 對 最強家族之一 我一直很想有一天 就譬如說我現在 我現在是34歲 你的孩子現在是 我的女兒現在是2歲 然後希望有一天 那種決戰桌 可以跟女兒Hands up 我覺得這就太棒了 是嗎 我應該 只不過不知道我女兒會不會打牌就是 我應該還早 對 你現在那個像WHOP 有用團體賽是可以全家 一起上 一起上 那就是一個人至少要打一圈 對 那我們就可以一起上 我覺得蠻不錯 我希望我將來也可以擁有一個女兒 我比較喜歡女孩子 真的真的 我比較喜歡女兒 女孩子比較貼心 好 我們的Sang Greenwood 打出自己的半條命 哇 這裡 Ivan Lee 有一個Pucky Kings 走遠啦 三人桌打了一百萬之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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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確認 Sam Greenwood 有沒有套池 一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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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的Ivan Lee 1.7 背後 1.7 1.7 直接是加住了一個一百萬 我觉得IvanLeo这边应该会选择直接O-in 应该这里Greenwood也不会盖了 就直接套弃了 O-in了 那我们的O-in也只能跟了 那Greenwood这边也是也只能够一扣 看到的手是KK 是心里面又有点懵逼 真的没办法三人之后又一张S真的很大 那如果等顶住的话 我们就会进入我们今天的Hands up 对 Golfers 哈哈哈 Ivan是要到外面走走吗 透透气 我们来看这个Flop 哦 七七三个outes变五个outes 让他的胜率变成有百分之二十 对 五次里面就有一次能够反超 Greenwood在心里想说来就让 这一次成真吧 哇 直接是饭超 安慰一下安慰一下 但是还是有空间 哇好可惜哦 那么这里是 那么这里是 Sam Greenwood就是用一手A5成功的Double Up 成功的翻倍 然后我们的Ivan Leo变成短马 对 大概只剩下十 三个比方来左右 三个比方来左右 啊对 那个我们的那个 我们那个 麦克尔斯尔斯尔盖掉了 5-6 对 6-5 还有一张5 酷了 bro 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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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把Ivan Leo赢的话 就是一个马来西亚的内战啦 6-6-6 5-6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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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6 5-6 5-6 6-6 6-6 最近两年的比赛中 已经可以看到 东方选手的水平 已经越来越高 是啊 去年老薇还拿了一条金手链 而且是小心一滴水的重量 我那一场其实我跟老薇 我们同时在场上互相加油 其实我们两个都打满后面的 然后我记得我也是输了一个 非常酷了的牌 好像是我AA输给QQ 还是我Q输给AA 忘了 Q输给AA 然后我是非常深的筹码 然后就在 已经在前圈后 然后掉了 也蛮可惜的 也打到前几十名 忘记了 老薇的那条金手链 也是 目前 中国籍玩家的金手链中 最重量的 是第几条呢 应该是 我想想 第一条是 以前人人网的 校内网的副总财 杜悦 如果杜悦是中国籍玩家的话 应该是他 然后是 朱叶琪也是有一条金手链 还有 还有谁 可是如果是 就真的 住在中国内地的话 应该老魏是第一条吧 因为其他 好像都是旅外的华人 华人来说 最具有传奇色彩的 还是我们的东方快车 对 也是客串过 参演过 德州扑克的 Johnny Chen 对 德州扑克 赌王之王 对 赌王之王 那时候 德州扑克的 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他好像是唯一一个连续两届冠军的 连续两届 他总共有拿 第三次要 第三年好像拿了一个第二名 非常的长 差点三连八 对 那时候算是一个扑克圈的一个传奇 传奇 对 那我们知道全世界扑克圈还有一个 非常厉害的传奇 叫Stu Unger 对 Stu Unger 这就是真正在 天才 扑克的天才 真正在现实里面出现过的赌神 对 任何的扑克游戏都拿到过世界第一的水平 太厉害 而且我之前有看过一些他的外传 的传奇什么之类 就是 他在这一桌然后去 跟朋友聊天 然后去拆别桌另外对手的手牌 把它拆出来 对 这太夸张 Stu Unger 应该是在他当时那个时代碾压了全世界的 对 真的是碾压了全世界 在不只在德州扑克 也在 好 现在我们的 艾伦利尔 O-In 然后我们的 KJ 童话 Snapco 你只需要一个王子吗 Jack 我现在坐在这里 我还是要去 这个时候 目前他是稍稍的领先 对 KJ 童话 那他O-In 大概也是只有12个大盲左右 那KJ算是一个可以秒跟的盘 对 他们俩算是非常好的朋友 我们来看一看 好 那我们的S8 还是 在三张牌之后取得了更高的领先 对 而且对手的贝斗的组合也没有很多也没有什么顺座 Snapco Snapco很开心 有人O-In 对他就是好事 他一定很希望 有个K或J 他就可以直接保送 啊 J 看来我们的 但还好 但还好 我们的Michael Souza 还是一个非常的旺啊 看有办法顶住呢 可以看一看 一张6一张10或者一张A都能改变局势 没有发出来 那么我们今天运势不太好的 M6拿到了这场比赛的第三名 我们的季军 同时也收益了520万港币的奖金 恭喜他 也希望他在之后的赛选中 有更出色的发挥 而且他这个输我觉得还OK啦 毕竟肥水不落外人田嘛 对 而且他的两手输牌都是没有办法 对啊对啊 都要领先的 两手都非常领先 输掉的 两手都领先 不是说非常领先 那现在筹码将近是3比1 有三倍的优势 对 那我们两次要谈地哦吗 好现在可能要进入Hands Up之前 他会有一个休息 然后我们现在把镜头带回到 我们100万的Show Deck的Day 1的赛场 那现在底就是4千8千 每个人都有30万的筹码 可以分三发使用 我们有200万的筹码 100万的筹码 2、3、4、2、4、3,2 在Final TPO的时候 运气的比重会显得更加大一点 因為各方都是短籌碼 但不能說運氣就決定了一切 德州撲克一定是個可以用技術戰勝的遊戲 我身邊的很多排球朋友 以及場上的這些世界頂級玩家都為我們 都為我們早早的已經顯示了這個真理 運氣的確很重要 對 但絕對不是最重要的 對對對 運氣我覺得一定會有 所以運氣會讓世界冠軍不會都是一直同一個人 可是會是同一群人 就是打到最後成績最好的通常都是他們 都是他們那些 他們一定是有比別人來說有更大的優勢才有辦法做到這件事情 哇這邊 看到短牌 這邊我們的Button 是一個超強超強的雙頭順帶買花在短牌 出現這個牌 根本是 超級強的牌 那是他現在 雖然對手中了一個對子 可是他卻有 百分之將近60%的勝率 然後我們這邊 Lamp 應該是一個 玩牌是扣不了的 一個超強的雙頭順抽花 Bewon 嗨 Andrew Bj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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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英文名叫 Bjorn 是嗎 嗯 他的英文名字是 Bjorn 是嗎 Bjorn 這一個戴繁帽的玩家 Depends on which states 沒有看到他的名字 Overall Not much I think On that particular site 啊 Lost a lot 他們都叫他Bj 呵呵